我是讲第一件房子的话 我要怎样去选择呢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东西 肯定会是你的目的会是什么 都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会是investment 第二个的话就是会住自住的这一个方式的 所以我先会讲自住这个话题先 自住的话你会住这个房子 多少年 你要给自己一个estimate number 因为每个人可能讲哎呀 我应该是买了这些房子 我应该在那边过世了啦 我可能在那边住一个三四十年了 其实不一定的 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等下我们look back to我们的 可能我们的parents那些的话 或者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可能要讲他住那款的哎呀 这边我就住一个三十年四十年啊没有了 大多数都是在一个十五年那时 他们就想搬屋子了 因为在十五年过后呢 你有一定的能力 你可能会想换lander 或者是你孩子也可能长大了啦 房子也不需要到这么大钱 可能你本来是相当的 然后先到剩下两夫妻 可能一个简单的一房 小的地方也容易打扫就适合到你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要换房子 第二个的话呢 你就会注意的东西就是你的holding power 因为很多人会讲哎呀 其实我的薪水算到来大概会是这个价钱 就我就往这个价钱去看 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人会跟我讲哎 五百千我找五百千的物质不是讲市场上没有五百千的物质 而是五百千的物质真的是符合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才是我们去注意的一个重点 因为如果价钱符合到你的 可是at the end你买了你自己也住到不开心 然后你的地点也不适合你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花这五百千 买一个自己不需要的product 然后变成一个commitment啦 所以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onstay的话 这个是各个的因素啦 这些我就我就会很像讲啊 房间工作啊 住到舒不舒服啊 可是我简单把它归类成一个就是地区 地区也意味着你的未来发展 就是他未来的价钱会去到多少 可能现在我要找的这个地区是在 可能在cheras方便到我价钱也合理 可是当这个地区啦 好像我刚才讲的 当你过了我讲的那个年份四五年过后 你觉得这个地区还有生产空间吗 或者是你卖的时候容易卖吗 你这个layout在市场上还有这样子的需求吗 所以你要去注意这三个事项 过后你才决定这个是不是你onstay的一个property 所以至于他讲location啦 有没有mrt这种 其实我觉得都是其次的东西 我觉得你要注意的是这几个事项 你才选择这个自助的项目的